而這次總統大選即將卸任的馬總統動作不少 昨天日本對韓國慰安婦道歉賠償 但露了台灣 馬總統立刻表達我方立場 不過馬總統的外交修兵政策 被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批評 他也立刻大聲來反槍 被蔡英文批評外交修兵 馬總統大聲回擊 日本對韓國慰安婦道歉賠償卻跳過台灣 馬總統立刻提出嚴正聲明 上一次安倍總理大臣在8月15號演說過之後 我也曾經表示過 就為安婦的部分 我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做得更好 更能夠照顧到他們的權益跟尊嚴 這個立場我們始終沒有改變 也要求道歉賠償 但日韓協議內容未必完全適用台日兩國 外交部希望國內討論出更明確的主張 在向日本強力要求 不過就在日韓對慰安婦達成協議的 重大外交時刻 卻傳出我國駐日代表沈思純回國休大假 沈大使的部分 我知道他的父親身體不好 我想他主要回來是這個原因 也會要求他在今天會盡速的回到日本 日韓達成歷史性協議 外界認為美國在背後處理不少 台灣第一時間已經被漏掉 現在卻說不用美方幫忙 我們跟日方之間的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我並不認為說我們需要透過第三者 至少在現階段來講 會不會和其他國家合作 要日本道歉賠償 外交部說靜觀其變 不過外安婦突然在大選來臨前成為議題 讓苦戰的執政黨打算借力使力 用外交牌拉抬選情 優點TV王世凱去看SNG小組 台北報導